大哥 二哥 你们没事吧 金光瑶一脸惊慌 隔着人群看见聂明爵和蓝西辰急声探望 我来迟了 聂明爵见了金光瑶 想起方才蓝西辰说求援的事 心下诧异 向前走了两步 倒没有立刻拔刀 只是脸色阴沉地看着金光瑶 你可还真有脸来 金光瑶已经将场中情形扫过一眼 见蓝西辰和聂明爵虽然形容有些狼狈 但看起来都还玩好 心下微微松了一口气 目光落到蓝西辰那里 蓝西辰只深深看着他 仍然在树下抱着蓝望鸡 并没有上前 也没有阻拦聂明爵的意思 大哥 我当真是来救你们的 不管你信不信我 只要你们没事就好 金光瑶道 聂明爵侧头看向蓝望鸡 安光君 他说的可是真的 金光瑶愣了一下 没明白聂明爵为何要向蓝望鸡求证 蓝望鸡沉默了一会儿 低声道 是 蓝西辰听了这个答案 却心下意沉 他的弟弟他太了解了 说谎对蓝望鸡来说是很困难的事 长大以后的蓝望鸡是不屑说谎 可小时候蓝望鸡若是想遮掩什么 便是如现在这般低眉垂暮的神情 从他传讯到蓝望鸡到场 一盏茶时间都不到 蓝望鸡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向金光瑶求援 大战方些金光瑶就出现 这时机也太巧了 救人收尸还是补刀 谁说得清呢 蓝望鸡这是替谁遮掩 蓝西辰缓缓攥住了裂兵 没有拆穿他 聂明爵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只到蓝望鸡重伤昏沉 不已有他 对金光瑶脸色烧记 又道 今日之事你做何解释 可别告诉我你不认识薛阳 金光瑶虽然对聂明爵和蓝望鸡的 疑问一答满头雾水 面上却没带出半分 只要聂明爵信了就好办 当即道 大哥 来的路上薛阳已被我收押 此事内情复杂 容我稍后解释 现在先让我们帮忙救人可好 我们带了湿毒粉的解药 先分给大家服下 聂明爵沉默片刻一挥手 聂氏的弟子这才收了刀 放金氏的人过来 蓝灵金氏的弟子 开始给众人发放湿毒粉的解药 帮着一起往山下不静式转移伤员 打扫战场 金光瑶急步走到蓝西辰身边蹲下问道 二哥你没事吧 韩光君怎么了 蓝西辰压低声音缓缓问道 阿瑶你当真是来救我们的 金光瑶一顿没说出话来 方才的场面话却是说不出口了 蓝忘机钻了一下蓝西辰的手腕 轻声道 兄长 我有话与你说 我知道 蓝西辰应了他一声 转头对金光瑶淡淡道 门中弟子多有伤损 连方尊 先少赔了 说吧 浮起蓝忘机 以姑苏蓝氏的弟子 一道往山下去了 金光瑶被晾在原地 默默咬住了唇 回雷只追着活人去 不静式的房屋 大都还完好 众人便都还回了 不静式安顿下来 蓝西辰将蓝忘机 单独安置了一间客房 趁着蓝起人 去安顿弟子的功夫 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蓝忘机便将 南青山的事说了 又将自己赶到时 看见金光瑶 与薛扬的种种也说了 蓝西辰听了沉默半晌 问道 既然如此 方才赤丰尊问你 你为何答事 你真的相信 他们是来池圆的 蓝忘机轻轻突出一口气 抬手按住太阳穴 闭目说道 蓝方尊最初 为何而来 我不知道 但最后一刻 阴铁确实是他撤走的 否则以我一人之力 岂能一次击杀 四个大傀儡 我知道了 难得你也知道 变通一二 你做得对 蓝西辰点点头 心下有了数 蓝忘机不动声色地 保全化解了一场冲突 若他方才说不是 以今日的情形 还不知道如何收场呢 蓝忘机倒 画单手 毕竟是脸方尊给的 全当报答一二 好了不说了 你休息吧 剩下的我来解决 蓝西辰 想扶他躺下 却见蓝忘机 一直眉头紧促 神色痛楚 觉着有些不对 你这是怎么了 灵力浩劫 当不至如此 蓝忘机微微摇头 没事 头痛 最近常有 过两天就好 兄长去忙吧 不用管我 蓝西辰在踏边 静静坐了一会儿 他确实应该去忙了 这次的事还远不算完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三尊齐聚于此 如何了结 还得拿出个章程来 可是他现在一点都不想去面对 聂明觉和金光瑶 身累 心更累 说什么呢 事已至此 他还能说什么呢 他几乎可以猜到 两人会说些什么 自己又应该说些什么 可忽然就很累了 什么都不想说 蓝忘机见蓝西辰半天不走 又不言不动 不由疑惑到 兄长 蓝西辰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吐出来 自嘲一笑 且容我在你这儿躲一会儿懒吧 蓝忘机心念一动 他们本就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 心意相通再容易不过 否则今日蓝西辰也不可能 在不知法门的情况下 以裂兵助他施展闲杀术 此时此刻蓝西辰的心境契机 蓝忘机也能敏感地察觉到 只是他实在不擅长安慰人 又头痛得厉害 实在没力气将此事从头分析一遍 努力想了半晌 才开口道 这件事 兄长选对了 也赌对了 已是两全 那天我说的是任性胡话 幸而兄长没听我的 蓝西辰倒是有些诧异 你何时把醉话剧得这么清楚了 蓝忘机敏唇不达 蓝西辰富有一叹 你倒是旁观者情 蓝忘机道 兄长辛苦了 至我辛苦 就快点好起来 回来帮忙 我的宗师弟弟 蓝西辰抚了一把蓝忘机的 罢顶起身 顺口调笑他一句 忽觉心情好了不少 蓝忘机默默忍了 这也算才一余亲吧 蓝西辰离开后不久 蓝起人也过来了 蓝忘机与他说了云深的安排 正打算解释今日的事 却被蓝起人止住了 这些事情我不管了 交给西辰去操心吧 他已经足够胜任家主这个位置了 蓝忘机便不再说下去 倒是你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金单如何修复的 蓝忘机头痛欲裂 实在编不出来 值得诚实地拒不交代 叔父恕我不能说 我并未做有为家训的事 一个两个都这样 蓝起人简直怀疑 他们兄弟俩已经创供过了 可偏偏毫无办法 今日聂明爵的叛语言犹在耳 蓝起人本就是 精于此道的秦修 还是蓝忘机闲杀术的授业之师 他比聂明爵更加清楚 今日蓝忘机施展的闲杀术 是何等惊人 恐怕早已不在闲杀术的创立者蓝翼之下 聂明爵说蓝忘机已在宗师之列 绝非谬赞 这等闲杀术 不敢说后无来者 但绝对前无古人 只是这闲杀术的法门 却令他困惑 这绝非是秦家修炼灵力高深的结果 古苏蓝式的闲杀术虽然威力可观 但毕竟以月为载体 杀伤力怎么都不可能比同等灵力下的刀剑 直接相击还要大 今日那傀儡连霸下都奈何不得 蓝忘机竟能一击使之灭绝 这绝不是蓝式的闲杀术能做到的 简单的是他可以不问 这件事却不能不问 忘机 你的闲杀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蓝忘机知道瞒不过蓝启仁 想了半赏 给了个不算说谎的答案 这是闲杀术 结合问灵 误得的 闲杀术与问灵 蓝启仁愣了 这怎么可能 蓝忘机无法再解释 值得病顿 蓝启仁剑的脸色如此难看 果然不再追问 你这是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头痛 好好的怎么会头痛起来 蓝忘机还真不是装的 这会儿是真的有些疼得受不了了 呼吸都有些颤抖 掌心颜面 低声问道 可有酒吗 蓝启仁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蓝忘机话译出口又后悔了 此时大战方歇 尚未终局 他还不能放任自己在此时不省人事 蓝启仁找了些震通的药来给他服下 可蓝忘机头痛恶心的厉害 不多时又全数吐了出来 蓝启仁这才急了 也顾不得灵力为父 取了巨灵丹来便要助他疗伤 却被蓝忘机拦住 叔父别为我浪费灵力了 叔父别为我浪费灵力了 我都试过了 没用的 让我睡两天就好了 忘机 这到底因何而起 你说出来 说不定叔父有别的办法 蓝忘机咬牙忍过一阵 缓过一口气来 慢慢说道 逆天之法 总有代价罢了 逆天之法 蓝启仁知他说的是今日的闲杀术 本想问若是正途如何会逆天 可又想到今日蓝忘机是为何行此逆天之法 便问不出口了 这个他一手带大的侄儿 循规蹈矩了这么多年 一直按照他设想的样子 长成雅仗君子 择世明珠 却不想一朝遇上魏无限 所有的事情都脱了鬼 这三年来 几番生死 鬼门关都走了好几回 性子也变了许多 虽然依旧公顺吃礼 蓝启仁却知道 这个侄儿已经长大成人 早已不是可以像过去那样管教的了 忘机 你既然知道这是逆天之法 我便也不问了 只是有几句话忘你记住 蓝启仁按住他头上的几个穴位 指尖微微带了些灵力 助他减轻疼痛 口中缓缓说道 其一 天道盈余之术 当长计心中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动用 其二 修为欲高 责任欲大 尤其是你 以后凡事当三思而后行 万不可再任性了 你明白吗 蓝旺姬睁开眼 微微点头 叔父教诲 忘记谨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